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西洋賞 我是千葉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台中東區的綠空廊道 這裡呢 過去因為有鐵路經過啊 明明距離火車站非常的近 但是呢 因為交通動線問題 嚴重阻隔了台中東區的發展喔 隨著大智路通車 鐵路高架化 打通了台中市一百年來東西區的阻隔 現在東區交通呢 和台中市區可以完全銜接火落地方 不過東區的產品呢 大多都是以大樓產品居多 今天要介紹的呢 是這邊難得的獨棟電梯別墅 想要找獨棟別墅 就別錯過今天的介紹囉 巨城地院 一起來看 巨城地院基地面積約350坪 總共有12棟 戶戶都是地上5樓可歸跨4房 面寬5到8米 縱深10到18米 一樓可停放兩部車 特殊戶型更可停到三部車 周邊有最具代表性的 三井Lalaport百貨公司 以紅磚瓦作為靈感 融入東區在地生活文化 這個戰地超過2萬坪的購物天堂 預計今年年底就會開幕 而對面就是建國市場 兩者在建築外觀上相呼應 這個區域等於融合傳統和新時尚 再往前一點 更有類似七旗秋紅谷的 台唐湖冰生態園區 佔地達兩萬坪 以美麗的湖泊為中心 周邊有環湖步道圍繞 是個以生態為主軸 結合歷史文化 適合寓教餘樂的生態公園 來到台中火車站 復古站底旁出現充滿科技感的月台 大車站計畫正如火如荼進行當中 未來新站火車站 將直接連接到辦公大樓 東區面貌正全面革新 而在東英路和振興路口 預計將設立捷運藍線捷運站 距離三井Lalaport一站距離 台中火車站兩站距離 搭配台中市第二條草屋道 東光綠園道 整個區塊長達4公里 結合周邊的三井Lalaport 以及台唐湖冰生態園區 東區就是下一個 秋紅谷和星光圓擺商圈 基地周邊交通 臨近74號快速道路 5分鐘就可上匝道 無論街國一 國三 國四 高鐵都相當方便 新城左通市區右閒74的盛況 再來帶您看巨城地園內部的規劃 社區是在統一門禁管制 進出可以靠鑰匙或者是磁塔 每一戶都是有電梯的戶型 即使家中有長者也不怕 不方便 買下一棟透天鋼石別墅 這一住數十年 當然未來的綠能區 是要趁現在都先考量進來 像是在一樓這個地方 包括電動車的汽機車車窮 都先預留好了 還有頂樓的太陽能熱水器的管路 也都有先預留 甚至每一處插座 也都設有漏電斷路器 可以確保用電安全 再來帶您看玄關門 跟一般我們看到的很不一樣 助旅鋼板門 還特別定做 加高到262公分 更顯大氣奢華 賣房不只看門面 還要看門道 這些細節 看出建商又沒有用心 我們本身是做雙綁伐機 那中間的回田的部分 一般的做法就是 我土或倫利石倒下去之後 我是用水直接讓它下降 所以它的密實度來講的話 大概只有60到50分左右 我們本身來講的話 不但是直接下降之後 每一吋都是用夯食機這樣打 打到最後來講的話 它的密實度可以到95分以上 所以說它密實度越強 它以後的防震效果越好 蓋透天卻用大樓規格 4000到5000磅混凝土膠質 嚴禁廠商灌漿石加水 更隨機抽驗送到 國家級實驗室SGS檢測 檢測強度高達6900磅 更用玻璃纖維加強防水韌度 並於屋頂濕座10層防水 一般來講的話 在灌漿完成之後 它很多的建商的做法就是 澆水 澆一天來講的話 交兩天交三天就已經算很有良心了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蓄水養護 我們看過國家實驗標準SGS的做法 所有的飾體 為什麼要放在所謂的石灰水裡面 去做浸泡 然後廠長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因為它本身來講的話 浸泡它有很溫很濕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能夠把混凝土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強度拉到最高 我們的磁磚 只要是90度的直角的部分 我們一定是模式15度角 兩個相接之後來講 這一整條線 絕對是要密閉 而且是要直線的 如果沒有直線 我們都敲掉同座 所以這個社區裡面來講 我們不管是位於設備的地壁磚 或者是牆面的壁磚 我們已經敲到不敲了 所以工人已經走了15P了 但是我們要求 這是最基本的給客戶 尊重客戶 它的一個美感做法 包括它的水平線 它的垂直線 必須完全是直的 不直我們就敲掉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建築士敢保證 實際地震在我們這邊 在家比在外面還安全 打造尊榮別墅日落之後 又是不同風景 以溫暖黃光為主軸 透天方浮變身皇宮 自帶光芒四成一格 稀有僅十二戶 用職人精神打造的建築 區域客都嚮往入住 社企業人之間 作詞・文川普 作曲・文川普 感谢观看